9月27日至29日 2024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海口召开 中国科学主席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席万刚介绍 截至2023年底 中国汽车总体保有量3亿4千万辆 中国千人人均拥有汽车仅240辆 对比欧美国家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空间很大 没有产能过剩的担忧 截至2023年底 中国的汽车总体保有量是3亿4千万辆 千人均的数量仅仅是240辆 要比起美国的850辆和欧洲的600辆左右 实际上我们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 中国有将近1亿人脱离了绝对的贫困 所以走在支付的道路上 他们的第一愿望就是有自己的汽车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的市场空间巨大 我们并没有产能过剩的担忧 万刚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 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近5000万辆 其中中国累计销量已达到3000万辆 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的持续提升 中国有能力保证新能源汽车用上可再生能源 2023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到了近950万辆 其中沉电和插混的占比分别为70和30%左右 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量也是在持续的提升 到了2023年级 全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突破了1450G瓦 占比已经达到了51.9% 就从发电量的角度化 去年可再生能源的用电量是2950G瓦 占了均匀用电的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有能力保证我们的电路汽车 能够用上我们的可再生能源 在汽车产业国际合作方面 万刚认为全球汽车产业合作要互学互建 不为谁设计壁垒 共同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相结合 比如说大众汽车 它的主力车型 大众 奥迪 都在中国生产 但他们的高端车型 比如说Lamborgia 保时捷 也是通过进口的途径进入中国 这种投资和贸易结合的形式 既有利于国际 既有利于外方的发展 也有利于我们合资企业的发展 所以最理想的让开不是为谁设计壁垒 而是更重要的是投资和贸易的相互结合 在全球汽车电动化展 在全球汽车电动化展形的当中呢 各国都会面临着痛点 难点 堵点 还也会突现出来 但是我总认为交流与合作仍然是全球汽车产业的大事 所以我希望中外的汽车企业 各个国家的主管部门 应该互相的结合 互相的多沟通 增进理解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 实现顾力顾名